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赚钱多了 有时候感觉越来越迷惘 究竟我每天上班赚钱好像形形逆逆不知为什麽 所以今天就和各位讲讲究竟我们赚到钱最终的目的 怎样呢 应该是怎样做呢 还有什麽用呢 大家不要哭 这集听起来就好像很流似 但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听 甚至乎是有深层意义 这集是真的值得去听的一集 我觉得赚钱的目的 首先定义这件事 其实就是要支持你人生的目标 究竟你人生的目标是什麽呢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自己人生的目标是什麽 我们小时候老师叫我们写作文题目 我的志愿通常都是我要做消防员 我要做医生 我要做律师 通常你的所谓的我的志愿 志愿的目标 最想达到的终极目标 你就和你的职业挂勾 其实人生的目标是不应该和职业挂勾的 因为如果你两样东西挂勾 我做到的就完 那原来你做下去 那样东西未必是你所想那麽过瘾的时候 例如有些朋友他很喜欢做建筑师 因为好像我建了个中银出来 那麽有代表性就怎麽了 原来你去做建筑师的时候 原来什麽都不能说我 完全不是我说事的 完全是老板说事的 全部建了房子出来一式一样 完全不是你那件事 你就会觉得人生很迷茫 那首先我们要定义什麽是人生的目标 我们通常刚刚出来做事 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不想那麽多 有事就做有事就做 做到三十多岁就正如你刚才所说 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个行业呢 我见到我上面的O.C. Food 其实他的样子我都不想成为他 甚至乎我也有些他黑我憎 我日后又成为一个黑我憎的自己的人 我为什麽呢 有些人就会觉得 不是啦 其实做事就是为了饱肚 除了你自己的饱肚 就是家人的饱肚 你的责任就是做啦 不要想啦 做下做下的人就会盲目了 麻木了 你会觉得 其实我人生为了什麽 不要想啦 上班啦 其实你就会越来越激压这件事 就很不开心 所以就会变成一些 譬如说 变成一些憤怒网民 周围上网罵人 看到别人那些 哇 就不斷狂吹 会变成一些行为出现 那 其实我们要定义一下这一件事呢 人生的目标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里程碑 这个是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呢 就是 你理想的一天 那理想的一天 究竟想要怎样呢 你和谁在一起呢 你拥有着什麽呢 你在做着什麽呢 你哪一件事是 你很投入去做 很有兴趣的呢 举个例子 就是可能是 我可能我想在一间 海边的小屋那里 然后我身边有我家人 然后我每一天在弹吉他 或者我日头可以滑一下浪 或者滑一下雪 滑浪和滑雪是可以两个地方 然后我可以无忧无虑地过我的日子 举例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 如果我定义了这个人生目标 我人生里面做很多决策 就会方便很多 例如 这个也有一点我自己的真实例子 我自己的人生目标 就是经历和有足够的自由 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外乎都是说 你试过一些不同的东西 试过就真的正所为死而无陷了 对不对 还有说我想做些什麽 我很有热诚的东西 我可以做得到 那 例如最近有些腰弱 可能会令到我赚一个更加大的数字 那我就会想 其实这一件事 其实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件事呢 经历 赚更加多的钱 这个经历 是不是我自己很想要的呢 我想回我自己不是 如果你可以带到我去一个位置 或者我去认识一些事物 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能力 怎样都去不到的话 这个就是真正的经历 如果你提供到这件事的话 我可能会有兴趣做 但是如果你说 你去非洲跑圈 你跑够一个圈 环绕非洲 我给你100亿 我是不会做的 因为这件事我想象到是怎样的 其实我纯粹为钱去做这件事的话 我是不会做的 那这件事就是说 你定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你做很多决策 你会清晰很多 第二就是说 其实人生最有限的不是钱 钱没有了可以找过 是时间和专注力 如果你找错了目标 即是说 原来我提供了offer 我去非洲跑圈 其实会浪费我很多时间 去享受我的人生 我提供了我的专注力 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其实是浪费我自己的生命 换回来那块钱 我自己又用不着 其实是得胆笑 你想回真一点就知道 那第三 最重要就是说 这句话大家可能要记一下 就是 幸福就是知道自己要些什么 不是你拥有些什么 有很多有钱的富二代 他可能过得很不开心 但其实他拥有很多东西 有些甚至极端的选择自残 其实他拥有很多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 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自己想要些什么 例如有些人 他的目标就是说 我要儿孙满堂 那你就回家生孩子 然后我平时赚钱就是 怎样去养大小朋友 有些人就是说 我的目标就是 我要有我自己很厉害的事业 我可以和李嘉诚匹敌 我第二天 我自己的Kear Group 你不过十亿身家 你不要坐过来 有些人的目标是这样的 你不能质疑别人的目标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 我要做一个很受欢迎的吉他手 有些人我会想开一间很好吃的餐厅 外面排了长龙的 我见到那条龙 我就很有满足感了 每个吃完赚好东西 集资报纸来访问我 我就很开心了 这个就是你自己最极的人生目标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找一找 赚钱其实都是一种手段 赚钱之后 怎样满足你自己想做的事 刚才我觉得你一个说得很适合 我们小时候写明的时候 我多时候写我的志愿 一想的时候 你已经被中了 就是我的志愿和工作有关 其实我的志愿是和我们理想有关 我可能我的志愿 我要做护士 其实再想多一步就是 我的志愿我要做护士 是因为我想帮人 我想请求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标 如果你试过帮人 这件事很过瘾 你真的想再做多些 你觉得很有意义 生命给到你的意义就是这件事 那你就继续做 最后想带一个故事给大家 就是说 有一个农夫 他在河边钓鱼 有个神仙走过来问他 我给你一个愿望 你想要什么愿望 他说 我今世很穷 我想要赚多些钱 你想赚多些钱之后 我赚多些钱 我自己可以退休 退休不用做 退休不用做 我当然是买一块地 我建屋 日常你有什么做 可能没有工作 我就自己加田 加田 有时就去钓鱼 农夫说 你现在不是在做 其实就是这样 很多人隐隐隐隐去追求那些东西 可能最终 已经在你身边 都不定 如果你幸运的话 农夫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 就好像我们平时 就是说 我们要跟周边的人比较 我见到 阿天更加有钱 我当然是想做他 有一天我成为他就很好 原来我成为到你的时候 原来要这么多东西要兼顾 这么大档东西 很麻烦 又要跑数 又要计收拾 很辛苦 可能我又未必那么开心 这可能未必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但永远都是见到别人好 就觉得很好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苦自己知道 所以 我们赚钱的目标 是为了成就我们人生的目标 这是一个手段 并不是一个目的 如果很多人将赚钱变成一个目的 人家给什么offer你 只要里面牵涉着钱 你就会 好像兔子见到红萝卜 去追着的话 其实你自己 这一生里面要去哪里 你自己都不知道 今集真是很深诚意义 分享了人生的目标 讲到如何去追寻自己的目标 但如何实践去做这件事 我们下集再讲 好啊 如果你们都喜欢这条片 就记得like comment和share 还要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还要按下旁边的钟仔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了 再见 再见 by bwd6